接下来民主一个国家如何称为叫民主政治的国家 它必须具备四大特色 第一个叫民意政治 第二个它必须有责任政治 第三个它是法治政治的国家 第四个它是所谓的政党政治 那什么叫民意政治 所谓民意政治就告诉你 政府组成的权力行使 需由多数人民来同意 再来第二个 政府施政需以民意做依规 要以人民的意见为主 而不是你元首的意见为主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可以你要听人民的声音 第三个 人民可以透过多元的管道表达意见 它可以透过报章杂志 或是透过电视 或是陈情等种种方式 可以透过多元管道来表达它的意见 让上面的让国家了解 国家元首了解人民需要什么东西 第四个民意政治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人民可以透过选举淘汰 不落实民意的政府 那什么是责任政治 责任政治包含 所谓的法律责任以及政治责任 那我们看一下所谓的法律 什么叫法律责任 所谓法律责任就比如说 公务人员触犯的法律 政务官触犯的法律 他必须背负的责任 就是所谓的法律责任 那什么叫政治责任 比如说最近最有名的 有关于搜索游的事件 那我们的署长有可能因为 督导不周 然后呢 因此辞职下台 我们称为自愿辞职下台 那我们就会说 他背负的责任就属于叫政治责任 政治责任 那什么叫法治政治 这一个国家是不是依照 这一部宪法或所有的法律 在治理这一个国家 还是透过人治 如果是这个国家 他都是依照法律在治理这一个 都是透过这个法律来治理这个国家 我说这个国家就是具备有 所谓法治政治 那什么叫政党政治 所谓政党政治就告诉你 一个国家必须开放 两个以上的政党公开的竞争 那如果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党存在 那当然这个 这个国家就不具备有所谓的政党政治 好 这是第一课的讲解